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自己身边有几个朋友就去到旧金山 然后车就被砸了 这都我认识的人 非常麻烦搞出来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包括现在入室盗窃等等这些抢劫 这些犯罪率都已经明显的在增加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如何可以通过 要注意哪些事情对吧 然后呢在保险方面 我们需要通过哪些手段 来保护自己的这种人身安全和财务安全呢 今天我们就有请硅谷珍琴保险事务所的 秦珍先生来做客 秦珍谢谢您 我们讲讲这方面 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因为现在的风险非常大 结合我自己的经验 大家听一下 一旦如果你是 不管是你撞别人还别人撞你 第一件事情下车 take a picture 要拍照 把撞的部分全拍下来 如果不拍会怎么样呢 会有什么后果 凭我第二把他的 drive license 拍下来 拍下来 把他的那个汽车的那个那个保险单拍下来 这很重要 所有的话呢 记住他的电话号码 所有的话呢 马上给我电话 或者是马上发一段的 claim 因为很多欺诈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OK 你是说在这个交涉过程中的欺诈 当然了 所以说越早越好很多很多事情的话呢 为什么要买保险 就是说最关键的时候能够帮到你 但是有很多小的细节 如果你们能够提供更多的 我为什么让你们要拍照片 记名字啊等等情况太麻烦 有可能是记错啊等等情况 拍 driver license 拍他的 insurance 拍那个碰撞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最关键就是保险单 driver's license 还有那个碰撞的地方 然后对方车牌 对吧 你开车牌是找得到的 对对对对 因为最大限度的要保障自己的权益 因为在美国我们不是富二代官二代 对不对 我们拼拼搏了这一辈子 为了什么呢 对不对 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 走法律途径 但是收集资料这第一点 我们要准备好 那如果是这个 对对对 这个这里面 因为我们要预防欺诈嘛 对 如果这个车呢 它根本就是被外面砸了玻璃 然后脱了车里的东西 这个怎么办呢 保险方面 这个的话呢 从你的那个家庭保险的里面的那个 有一个option 你是可以保障的 对 还有一点 我有一个想 你的说实际上这个是属于家庭财务保险里面 财务保险里面 你可以保障你的那个 你的包括你去旧金山 刚才我听讲 那有上限吗 就是说 就比如说最多保多少钱 肯定肯定会有上限的 肯定是要看你的那个 client的那个金额的大小 对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 我自己的青春经验 希望就是说 没贴听window的客人的话 那马上要去贴听window 这什么东西 那个家庭很热嘛 对不对 从另外一点来说的话 也是能够减低那个车体的温度嘛 那就是说它什么 它是 听window嘛 就是说 外面看不到里头什么东西 对对对 但是家庭法律有规定 也不能够贴的全黑的 不可能的 前面有多少 44% 后面是64% 我也不太清楚 那问题你贴了之后 小偷他从外面 他能看到车里头吗 尽量是尽 风险是不可能 全部没有的 只是会减低风险 因为你并不是百分百负的吧 对 不可能的 百分百的话 警察也看不到你 里面是人 谁在开车 对啊 对啊 AI了 对不对 还有的话 把重要的东西啊 如果是停车以后 把重要的东西啊 放后备箱 不要放在你的那个座位旁边的 那你不是就就就引起 他们那些人的注意 我现在不是说不放后备箱 我是很重的一个包 我就成天背到身上 我车上啥都不放 那也可以 这简直是 对 对 那呃 我们讲到这个问题 如果是入室盗窃呢 或者入室的这种怎么办 哦 入室盗窃的话 他保险公司也会赔了 当然 他也是属于一个保险 保障范围之内 但是的话呢 怎么说呢 就是说 风险是不可能 就是说没有的 我那么我们在开始时候怎么样很好的保 呃 prevent 一下 prevent 那就是 alarm 那你要装个alarm啊 我不说你要去养一条大狼口啊 这是另外吗 你要啊 atmt啊 或者是adt啊 全都是有那个很好的promotion 每个月大概是四五十块 甚至便宜的 三十几块二十几块都有 你要去装一个 装一个video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视频的这种很好的 或者是很多engineer 你们可以自己装个摄像头 哦 对啊 ok 减低风险就是我的那个 同时的话呢 嗯哼 保费也会减低 能减 能减多少 呃 能减多少的话 你要 我要看具体的情况 我会多多的帮你们减保费 ok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大家 好